《波罗弥陀心经》 《波罗弥陀心经》 这个经文只有268个字 是一部比较技术是比较不多的经典 有很多初信佛的人问我 他说我们到寺庙来 我们拜佛 我们拜禅 我们唱战 界定真相 那么我们是不是这样就是信佛 就是拜佛 上香 我们中国有一个 明初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 他的名字是梁启超 他是康有辉的学生 他讲过一句话 这个话是很有意思 他是研究佛学的 他说什么是迷信 如果是你到佛门来 你只是知道拜佛 拜佛给你有好处 给你颜受 给你有好处 给你 可以给你求财 求名 求利 那对不起啊 你这个不是正念 如果是你来寺庙 如果是你来寺庙里面 你是为求 求名 求利来的 那么增加你的贪心 所以这位哲学家他讲 如果是你这样了 不多不少有一个迷信 你是迷信 你这样来 什么是迷信 信而不解 你相信 但是你不去了解他 你也不知道他的意理 你这样就是迷信了 你不要迷信 信佛的人 你必须要懂得佛教的哲理 因为我们汉传的 中国汉传的佛教 是人类最丰富的文明保障 它有三藏十二部 经过千多年来 有很多翻译的专家 有很多高僧大德 他们去印度留学回来了 住了很多著作 也带了很多经典回来 我们是中国全世界的佛学的藏书 是中国文明的保障 那么你这样错过 你一点都不看 一点都不知道 就迷信就算了 那这个不是信佛的目的 那么你的门路对错了 他说 那么我们是出水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这样讲好了 很简单的讲 这一部《新经》 两百六十八个字 你可不可以把它背下来 那么如果是接一部《新经》 两百六十八个字 你出入佛门 你说你不懂的经典 你要学 那么你最好是学《新经》 《金刚经》是六百传大波尔经的纲要 《新经》就是《金刚经》的纲要 很多大德是这样讲 如果是你对《新经》 什么方法修 文诗修 你背下来的就是从文字里面 你把它背下来的 这个是文所修 文的慧 你看文字就是了 那么你还有诗回 诗回就是观照 你还有分析它 思维它是什么道理 你要对它产生一种兴趣 有很多人到佛门来 对佛经是没有兴趣的 尤其是居士 为什么我说尤其是居士 因为很多居士 他是来拜拜佛 求求名 求健康长寿而已 我告诉你 不但是居士这样 老实说 有一部分出出家的 也不一定对经典有兴趣 对不起 这样讲就可以 我们必须要改进 我们必须要对佛经 是有一种很希望 要追求它的道理 你这样有个兴趣 你才可以产生效果 所以这个 《新经》把它背下来 从文 你还有诗 诗文所成会 诗所成会 还要修所成会 修是怎么样 你诗文以后 你把它应用在日常 实践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把它带进你的生活 你这样才是信佛 那是《新经》非常重要 好 那么《新经》非常重要 我讲了差不多是一年了 《新经》里面讲 如果是我们要一个字来讲 《新经》是讲什么 空 我们进了空门 他说 你去佛 佛寺 你进了空门 这空什么意思 有很多人说 空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你不要执着了 什么都没有了 财也空 池也空 环船路上 不相逢 什么都没有 死掉什么都没有了 你因为实际上就是空吗 空的道理 缘起信空的道理 甚深甚深 我们可以从业感缘起去看空 可以从赖也缘起看空 也可以从真如缘起看空 也可以从法界缘起看空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尤其是对缘起信空的道理 对真如缘起的道理 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天了 已经 那好 空 为什么我们又知道空 你懂不懂得空 等一下告诉你 什么是空 很简单 空的定义是什么 你必须要知道 人家问你 你常常去拜佛 你的先生问你 你的哥哥 你的妹妹问你 你到佛堂去了 佛堂是空吗 什么是空 你不懂 我不知道 那你必须要懂 空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 如果是我们认识空 就能够舍弃执着 开启边端的心境 你的心量就开始 又来越宽 你不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 你不要执着 你不会攀缘 你不会随着你的感觉走 一切的东西 要你撑 你就撑 要你恨 要你爱 要你贪 你全部跟你的感觉走 很苦 如果是我们认识空 就能化解烦恼 匡大我们的心量 活得更快乐 更具智慧 很多人就追求的是物质 不是追求智慧 如果是你懂得空 你就是把智慧 放到你生活里面的应用 实践里面 你就化解你的烦恼 你不会做你烦恼的努力 你可以自己做主 你不要做烦恼 烦恼是主人 你受他影响 你现在如果是你认识空 你不会受他影响 如果是我们体验空 我们就可以以波尔字来审视 身口意三叶 什么是身口意三叶 身就是我们的行为 口是我们的言语 意是我们的思想 人就是这样 身口意三叶 就可以用波尔字 不会做恶事 免受果报 我们平时怎么样 我们会果不会因 我们怕 尝到恶的果 我们就怕了 要死 要病 要烦恼 烦恼来 我们就怕这个果报 但是我们不怕因 在因地里面 我们做一切的恶的因 你有恶因 你一定要受到恶的报 你逃不了 体验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以波尔字 什么是波尔 波尔范文是prachna 就是无上的理解 对宇宙人生的无上的理解 如果是我们体验空 就可以以波尔字 证物诸法实相 了托生死 觉悟成佛 空这是妙用无穷 对人生实是太重要 太重要了 很多人说佛门就是一个空门 空的定义 第一 他无智生独传性 外物圆聚之生 圆尽之灭 这个是第一个定义 一切的事情都是因缘条件产生的 有缘它就生 没有缘它就灭 有人说这个我都知道 这个事情发生 当然很多因缘 很多主的因素 父的因素 了解这个事情对我什么重要 你细心的想一想对你什么重要 你深入的想一想 如果是因缘条件重要的 你要创作创造条件 创作世界的条件 创作成功的条件 创作成佛的条件 创作可以既强不息的条件 你可以这样吗 你创作的条件 都是令到你受到果报的 贪嗔痴 杀盗淫妄 杀生偷盗 邪言妄语 你所有的条件都是恶的 那怎么办呢 第二是无永恒性 是无常的 是短暂的 没有一件事是永远的 很快做完了 一百年的光阴很快就过去了 这个是无常 是短暂的 无常短暂有人说 哎呀 那么很消极 那么我什么都没有希望了 常常都要没有 不是永久的 那么什么都好像是短暂的 不是无常的 常常在变的 那么这个太消极了 是不是 你错了 就是因为无常才积极的去做 如果是每一件事都有常的 怎么样 你下地狱永远就在地狱 你到天堂永远在天堂 你没有翻身三身的机会 就是因为它不断的变 所以有希望 不变就没有希望了 不变就死就是永远的死 永远的在地狱了 众生永远的众生不可以成佛 怎么可以呢 就是因为就变了 为什么你常常看无常的 就用消极的观念去看 你不用积极的观念去看吗 你现在很抑郁 你很depressed 你很不开心 那你知道这个是无常的 我就不开心了 这个条件很快就过去了 太阳快又升起来了 这个风雨就过去了 我看见的是希望 可不可以这样想 你永远在消极的想 你还要说我们佛法消极 第三是无际性的 无际性的它没有真实存在的本体 梵文就是Svabhava Asvabhava是无际性的 无际性所以它不能自己独立的存在 是无际性 无际性所以是无常的 所以是随缘的 那这个你必须要知道 那好 你现在知道空的重要性了 尤其是你出来的 你没有听过以前的 现在你知道空是很重要 你要学空 你也知道空的定义了 那么观济在菩萨道 不争不减 下一句是什么呢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无言耳必识生意 无色相未出法 无眼界乃至五无意识界 那么我们这样问 268个字 你以为很容易 我们把它拆开来分析它 前面观济在菩萨道了 受想行识意乎如是 道了这里是用肯定的方法讲道理 后面是用否定的方法讲道理 你看佛法多深奥多伟大 它的意理 因为是佛经的文字解释意理 它的表达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是表传 一种是遮传 表传是从正面去肯定这个事情 这个理是这样看的 遮传是否定 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这样看才行 它从正面反面去看一个问题的 所以你必须要懂得 肯定正面的是表传 双边否定的是遮传 如果是我们用英语来讲 表传就是 就是analysis by affirmation 这传是analysis by negation 现在很多北美洲的大学 他们现在研究心经 研究得很深入 你看我们自己身为中国人 我们就不懂佛学 人家加拿大人对佛学产生莫大的兴趣 现在每一间大学都有的 很多这类的课 佛经的文字有表传也有遮传 表传是用正面的肯定 遮传是双边的否定 如果是我们从正面对施理做解释 表明令施理当体得以显现出来 清晰地显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吃的盐 盐是咸的 肯定了吗 是肯定的 醋是酸的 水是实的 这个就是我告诉你 盐是咸的 这个是肯定的这样告诉你 这个真理是这样看的 如果是从双边的否定 那就不是了 他这个真理必须要透过否定 种种相对性的概念来解释 来表明的 比如说盐不是淡的 醋不是甜的 水不是干的 这样用否定来解释给你听他的意理 你看佛经是从两方面讲的 不是一天到晚 拜 拜人回去求福 求寿 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你认为是那么简单 如入宝山空守回 你到那个宝山里面 你开那个宝藏里面 一点东西都没有拿出去 你就走了 太可惜 太可惜了 表传是什么 以前我们照见无缘皆空 度一切苦恶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世界是空空 这一类的 就是正面的讲 是应该这样看的 色不易空 现象没有离开本体 是以本体而立的 本体也从来没有离开一个现象 现象就是本体 本体就是现象 你就可以慢慢的细想 细为一想 这个是表传的方法 往后是诸法共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这是否定的方法 诸法的真理是不生不灭的 因为真理 既是有清净心 真理 诸法共相 它不是有违法 有违法是有生灭的 是有够有净 有真有减的 但是无违法是不生不灭 也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的 言语道断 再胜不增 再凡不减 所以它是否定它的 我们把那个经文里面 把它拆开来看 观之在菩萨道 受想神是日复如是 是总相解释空义 是表传 是肯定的 后面是这一传是 以别相的解释空义 设例子是诸法空相 乃知道了 无苦之灭道 无智亦无德 以无所得故 这个就是前面是肯定 后面是否定 这样用双面来给你看空 所以如果是你懂得空义 你懂得心经 你常常用心经去观照 已经够你受用了 不要看那么多 你心经还没有好好地读好 你也看了《愣验经》 也看了《为始》 《终论》 你看了太多 太多 你心经还没有搞好 心经你没有懂 你就什么经理都看 好好的 就把你的细维放在268个字里面 不要贪太多 你这样才可以观照 这个是我们把心经的经意猜看来看 前面是肯定 后面是否定 前面肯定的 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以往后的 我们就用否定的方法来看空的意理 好 那么我们一点点看 我们现在肯定已经讲过了 我们要否定遮传的方法来讲心经 用空的空义 设例子是诸法空相 不胜不灭 不够不净 不正不减 是空义遮传的总相貌 是这样的 我已经解释很清楚了 我用了一个小时解释 现在我们解释的就是 是故空中 无事无受想行识 无言而必实生意 乃至到了乃至我一世界 那个是什么呢 是破我们凡夫的我执 我们反复执着执着什么 我们执着了言而必实生意 世心向未出法 执着了 一执着以后 根对净生诗 有六诗 六诗一出来 我们就执着了 随着外城走 随着感觉走 随着感觉走 烦恼就生了 贪嗔痴 撒道 淫妄就出来了 所以心经开始 事故空中里面 无事受想识 是破我们凡夫的我执 无我命也无我命净 乃至我老死也无我老死净 是破披之佛圆久的十二因缘的法执 无苦执灭道 是破伤闻是圣地的法执 因为我执已经破了前面 往后还有破法执 不但有破法执 空了我执 空了法执 还有空了空 把空也空掉 无知与无德 以无所得故 就是破全教菩萨的智德空 无有一法可得 你必须要把两百六十八个字拆开来 把它一点一点的分析下来 我们继续下去了 五愿皆空 今闻是故空中 无事无受想识 它的意思是在真空识相里面 就是真空诸法识相 是没有奢 没有受 没有想 没有行 没有识的 因为五愿是圆聚之生 圆善之灭 短暂无常 无有自身是空的 所以空里面哪有五愿 哪有四受想识 没有 因为前面已经解释个五愿 所以他不常识地再解释下去 照见五愿皆空是总论 现在是别论 这个别论的对象 首先是破凡夫的我执 五愿十二处十八戒 再破圆九的十二因缘 再破生文的十圣地 再破全教的菩萨的智德空 是这样 他破凡夫的十二处 因为下面是怎么样 是是故空中 无事无受想识 无言而必是生意 眼睛 眼耳 必舍 生意 这是六根 他要破六根 执着了六成 我们六根执着了一切的外境 执着了身上未出法 六根执着了就产生一切的烦恼 因为它生六十 我告诉你 我们的问题 我们平时的烦恼 为什么我们流转生死 我们流转生死 就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们的六根执着了六成 眼执着的色 耳执着的生 眼怎么执着的色 好看的你的看 不好看你的征服 耳人在赞众你 你很喜欢听 人在咒骂你 批评你 你不喜欢 鼻子 闻香 舌头尝 尝众生的肉 杀生吃肉 你要尝龙虾 猪 羊 牛 你要尝它的肉味 身 意等等 六根执着了六成 为什么我们六根执着了六成 那么重要 我们学佛法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极解的受用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应用把佛法apply 应用实现在归纳我们在平时的六根里面 如果是我们把我们学到的佛法 就放在我们的六根里面的修行 我们作恶事也是六根 修行也是六根 我们这个刀可以杀人 但是这个刀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生活里面很多事情 没有刀子行不行 这个刀子 恶也是它 善也是它 我们平时就是用刀子做恶事 现在佛菩萨告诉我们 这个刀子不要用来做恶事 我们把刀子用来做善事行不行 你的六根随着六成里面执着了 做一切的恶事 现在回光返照 用你的六根用来修行 做善 做菩萨 做佛 做拉罕 做圣人 你愿意不愿意 六根对六成 六根为因 六成为缘 我们生起妄心 所做的业力是生死的根本 六根本具的不生不灭的体性 给我们五蕴盖住了 不得写脱 本来六根是有不生不灭的体性的 它也有清净的一面 不是大乘喜顺论不是先讲吗 疑心恶门 有真如门生灭门 六根妄想的时候 做烦恼的时候 就随着生灭门去走了 六根内观反照 正念真如 回光反照 它就跟着真如回到真如性里面 但是我们平时的六根是怎么走的 都是随妄想走的 随我们的感觉走 我们不会救路还家 众生一念不觉 心动的时候 操动的时候 不生不灭的真心 与有生有没有的妄心 和合 一真其妄 成了阿赖耶使 我们见闻积诀已经给污染了 这个就是阿赖耶使污染的 那个夜使转本有的自为妄见 这个妄见的见分 即是终生六根里面的见闻角知性 这个见闻角知 一根攀缘生起六失 为烦恼的根本造种种的业力 因为业力受报 轮转生时 但是六根带动我们做恶事 操动的时候做恶事 当我们六根进了清静的时候 他就开始帮你做好的事情 但是你必须要有 令你六根清静的缘才行 你有没有个缘分 你在你的朋友都是坏人 你的朋友是喜欢喝酒 喜欢是卡拉奥基 喜欢是派体 喜欢饮酒 吃肉 喜欢什么 求名 求财 求利 男女关系 你的朋友 你的六根长长的根 一切外境都是令你作恶的 你怎么会不作恶呢 你现在已经回头是岸了 你到了观音寺了 你到了寺庙了 你走进这个清静的门头里面 但是你的家人愿意来吗 你跟他吵架了 不知吵了多少骗 他也不愿意来 他喜欢怎么样 他喜欢跟你喜欢的不同 很惨 很多矛盾 你知道这个门是空是对的 这个门是恶的门 你看着他走进了恶门 得到了果报 你痛苦不痛苦 好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了 下一次再讲